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柬埔寨总理洪森亲自到场迎接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2月7日13时 中国新冠疫苗搭乘巴军1276运输机抵达巴基斯坦 国防部通告中写道 应巴基斯坦军队请求经中央军委批准 中国人民解放军向巴基斯坦军队提供了一批新冠疫苗于2月7日交付八方 巴基斯坦军队是首个接受中国军队新冠疫苗援助的外国军队 中国人民解放军将继续为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做出积极贡献 2月1日中国政府援助巴基斯坦的一批新冠病毒灭活疫苗通过空军专机运抵巴基斯坦 2月3日巴基斯坦启动国家新冠免疫计划 在巴基斯坦全国范围内为一线医务人员接种中国捐赠的新冠疫苗 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农荣庆日表示 这两天新冠疫苗接种情况非常顺利 一切都按预定计划进行 自从国务委员间外长王毅和巴基斯坦外长库雷西通话 确认中国向巴基斯坦提供疫苗援助后 巴基斯坦方面就做了非常完备的接种计划